教育員完 部長好 是 謝謝 我先請教一下 我去年11月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協調過 我們聽障的學生 考不考音聽的問題 那個現在 處理的怎麼樣 我們當初的一個方向 是朝免試的方向 就是說他其實就達到門檻 現在確定了 現在應該是至少沒有改變 我們當初協調是答應 4月給我們一個 很清楚的答案 我相信應該是完全沒有改變 過去的那個決定 所以是確定免試應聽的嗎 對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從這個之後 我沒有再收到教育部給我的任何 我這樣子好了 我進一步的陳述 我們跟大寶中心已經在溝通了 跟他講說朝免試來做規劃 我們會進一步的確認 我們提出來這個建議 他是不是最後在這個基礎上在做處理 這個還是要馬上來做 我會來追蹤這個事情 我會來追蹤這個事情 當初協調會很清楚 就是有講10月份 我們也已經提出來了 跟大寶中心提出來的 剛剛告訴我了 提出來了 他們現在我會進一步的追蹤 OK 好 謝謝 不然我記得上禮拜 對 我跟你提到說 這個我同學在賣雞排的事情 對 那剛好 就是剛好 結果 不過你因為這樣一句話 他現在已經排隊都買不到他的雞排了 應該是郭董的一句話 對 都有關係 那當然這個 他是念到博士班去賣雞排 是 那我們現在是看到吳寶春想要去念碩士 是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 工作啦 念書啦 前後的問題 這不是那麼重要 對 每一個人他的潛力 總是無窮 我們希望他想念書 他就有機會能夠念書 沒錯 他希望做這個工作 他顯然是把他學的 最好是學他所長的 可是如果不是 你講這句話就對了 他想念書 他就有機會去念書 是 這個很重要 這是我今天想要質詢你的重點 是 因為我們的確還有很多的限制 是讓想念書的人 他不見得有機會去念 我們要把管道至少通常起來 那當然我也看到了 總統當然也有交代嘛 總統其實是 他是關心啦 他是關心啦 應該用這樣說 所以現在你們 所謂的放官大學 同等學歷的認定標準 這件事有確定做嗎 我們今天其實已經請了專家 跟學者現在討論 他們在說 大的方向是這樣子 過去當然 其實同等學歷 大學同等學歷 可以用有假期證照 三年工作經驗 這個思考 這樣子做 在其他的另外一個條文裡面 也有假期 某種程度對等於 要看資格的時候 對等於以及 加上兩年的工作的情況 那可是因為事實上 確實是有一些類科 確實他就是沒有假期證照 假期證照 他只有以及 所以我們現在初步的思考 這一項是 以及加上五年的工作經驗 可以等同假期 加上三年 用這個思考 這是其中一項 至於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項目 譬如說在國際上 當然不必然是因為 吳寶春的原因 國際上已經很有聲明 或者說他其實是可以 在大學去做專業教師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大學 通過一個專業 通過一個程序 可以聘他做教授級 或者副教授級的 專業人士的時候 具有這些資格的人 我們是不是也做思考 所以會看得寬一點 全面的 不把他當作 只是跟針對吳寶春 吳寶春是一個 我相信吳寶春個人 也不希望是因為他 他也不希望 他希望是說 整個我們的教育制度 是能夠讓 讓我們民眾感受到說 讓人民有受教學 我們希望注意到 橫平其他的可能性 進大學 進二技 也必須 通盤一起 抵開吳寶春不談 但是吳寶春 他現在擁有的是 乙級的技術室 那主要也是因為 不同的行業別 他烘培那部分 就是沒有假級 他只有乙級 那我請教一下部長 我們現在乙級 技能的檢定 是 是怎麼檢定的 乙級 他通常都會是 一級一級進的吧 乙級鑑定的話 像我去 然後在乙級 我去一些技職學校 就看到他們現在很多學校 他們本身就已經有全套的 可以去檢驗的設備 他們在校內就可以做 所以頂級跟乙級 都有可能在學校就鑑定完了 呃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自己所去的 譬如說前一陣去蘇 蘇澳的這個海市水產學校 他們就有全套的一個教室 那哪一級 哪一級是在社會上面 由社會來鑑定的 其實應該是說 有些是勞委會 這些都是勞委會受證 可是我想比較像 那為什麼有一些是在 不是勞委會辦的 他可以在學校實際進行 是勞委會到學校去辦嗎 對他應該是委託學校 在做進一步的這個辦理 我想我的了解 是這樣嗎 對我請我們的副市長 這個是 我們的副 副 副市長 是 勞委會會授權 那如果有些是 在學校裡面 現場他就可以在那邊 在那邊 那一般 我們舉個例來講 一般 以及技術式的檢定 他大概是 多久的時間 完成那個檢定 各個類 各個類別 可能不一樣 不一樣 那一般來講 一天內就完成了吧 對 甚至幾個小時 就完成了吧 那我請教一下 那德國的呢 德國的技能檢定 他們 他們跟我們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所以這是 勞委會的業務 不干你們的業務 是這樣嗎 這個我想我們可以 進一步的了解 技能檢定要怎麼樣 那個程序 我相信它是一個 周延的一個程序 為什麼我這樣問 為什麼我這樣問 部長 因為 您個人也知道 我們現在在推產學合作 是 我們也希望說 欸 學校跟企業 多一點合作 廠商 專業的技術 這些可以多一點的合作 是 可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現象 我們很多的 技術技能的檢定 它淪為是什麼 考試加分的使用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因為 你還在學校 你也還沒有到外界 進行實務的工作 頂多是實習而已嘛 嗯哼 可是 你從秉級 到乙級 那有些 有些它是沒有假期證照的啊 是 有一些行業別 它也沒有假期證照 就是確實是有 那換句話說 我不曉得 我們現在技能檢定這一塊 喔 我姑且不想用浮爛這個字眼 是 但是我們總是要顧及到 你技能檢定 所發給它的這個證照 是 的 公正性 是 權威性嘛 是 對不對 而不是說 淪為作為說 我拿來做升學 加分的一個使用嘛 是 因為有一些的確會講 你如果哪有 某某級的技能檢定的話 就 可能就列為說 比如說將來大學 大學入學考試的時候 不管它是推真 還是什麼樣的情況底下 它總是有加分的效果 是 所以 變成為了升學 而去拿這個技能檢定 那你技能檢定的意義是什麼 對 所以這部分我願意做這樣一個回應呢 我們其實在技職在照裡面 九大策略 其中 在就業這一方面的情況 正能合一喔 就是我們其中很重要的一個策略 也就是說未來應該看到證 就知道他是有這個能力 沒錯阿 這件事情是我們其中一個重要的策略的方案喔 要做具體 落實要做處理的 也就是有確實如同您過去講的 拿到證未必代表的能力 沒有錯 證代表的是 應該證就是能力的 的表徵阿 可是現在證不完全是 所以這部分我想是一個我們努力 所以這部分真的你要做徹底的清查 努力的 努力的 上面的作為是跟老委會會共同一起做 因為如果學校 就要發這個檢定執照給他的話 你必須要顧慮到 學校有沒有這個能力 老委會 他是不是夠這樣子的專業 能夠來評斷 一般我們他是進社會以後 他就做社會上面的一個認定嘛 那個他有職場的經驗等等 那可能又不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要讓我們的專業技能的人員 有他的地位的話 他首先要夠專業嘛 對 當然是 所以說剛才講說這個工作 其實是老委會跟教育部共同來做的啦 老委會定的是職能基準 他定出來以後 我們從課程從師資各方面去配合 讓他學習完以後 拿到證的時候 確實跟能力是對等的 這一點 其實在教育部你們跟老委會 真的要好好去檢討 這個一定要檢討 否則你到最後 你這個執照變成是濫發而已 那是因為胡寶春 他搞不好是幾十年前拿的 對不對 那時候是真正有這樣的實力啊 可是現在同樣是 以及技術士 搞不好能力差很多 所以證能合一是很關鍵的嘛 證跟能之間是要讓他合一嘛 讓他是對等的 所以這部分我們前部長 你在推這個教育的改革裡面 這一點 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一定要徹底的去落實檢查的制度啦 那另外呢 我們推十二年國教 那也涉及到大學 我這個問題也涉及到大學入學的資格 是取材 因為 你十二年國教以後 原本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對 他有一些 他只收完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但是他想去考大學的 是 這部分就涉及到你們對於高中自學者的限制嘛 對不對 我們自學 他其實自學的方案 照著那個去做 自學事實上還是可以做的 對 你是要說自學可以自己去報考 可是問題來了 你的規定是要滿二十歲的公民 可是一般我們都知道 如果照正常的年齡啊 他國中畢業 雖然沒有念高中 但是 三年加上去他十八歲嘛 其實這一項 過去比較有同等學歷 有這些思考的 雖然二十歲 可是我們在新修的規範裡面 至少我的了解是這樣 他自學 如果三年自學都完成的話 他其實就 他 照他自學的 我覺得這部分你去規定年齡是沒什麼意義的 對 所以我說過去當然是有一點 就是用一些門檻的概念去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他在自學這一塊已經應該這二十歲應該是已經 可是你們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拿掉 應該是說他只要三年完成他的自學 照理講他 他有類似你能夠符合你同等學歷要求的就可以了 是 他如果其實確實 如果他去 他有幾種可能 幾種取得資格的方式 一種他真的去考同等學歷去考考試 沒有錯啊 他剛剛是可以去考嘛 去考通過就可以 不需要二十歲 另外是說如果他走他自學的一個規劃 自學的規劃三年自學完成以後 只要通過那個整合 這裡面啊 有兩萬多個啊 這兩萬多個五寶村啊 也是一樣這個問題啊 他面臨到大學 他這個入學門檻的問題 其實這一塊我相信我們現在 如果他真的走的是自學的 二十歲這個不是主要的條款 他只要在十八歲的時候 可以通過三年自學的方案 經過他原來照他原來的規劃做 他就有這個資格了 來來來來你們確認一下到底現在有沒有 要免滿二十歲的國民 有沒有 我的資料是從你們規定來的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走同等學歷 他如果去考了同等學歷 那個考試達到那個資格 他絕對沒有二十歲的限制 對可是另外如果不走那條路就有了 如果他走自學的方案 在三年裡面他也根據他的方案 通過了實驗室政府的這個考核 說他 那這樣跟年齡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要設一個年齡的限制 沒有啊這樣子也不需要年齡限制 對啊可是 現在你們規定就是免滿二十歲的國民 所以那個是一定是說 他沒有通過在三年裡面 有三年的自學的這個條件的 充分的完成 情況下我相信是那個條件下 才會有一個二十歲的限制 沒有欸 他只有partially完成了他的自學的工作 才會有一個二十歲的限制 不過我也願意進一步的來看 從大的方向 這個部分你們要去檢討了解一下 看你現在的規定的條件 是不是 是不是用年齡在限制人家 我想年齡是原來的一個 因為其實放眼我們寧靜的國家啦 韓國 日本 他們也沒有什麼報考大學的資格限制啦 中國大陸在2001年也廢除 一切報考大學的限制啦 所以 新加坡香港大學 這些等等 他們早就已經都要台灣來招學生了啦 所以 這種 跟他的學習能力無關的條件喔 我真的覺得 部長 應該 好好徹底檢討一下 藉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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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檢討一下 好 不然你將來你 十二年國家上路以後 這一些當初 他只接受了九年義務教育的 他怎麼辦 對 我想這樣子喔 剛才確實如同這個委員 特別這個提醒 我們的 我們的小組 我也特別今天也做說明了 陳德華社長 我請他組一個小組 全面的來看一下 我們相關的 如果有一些相關的法規 在人才的培養的過程中間 該注意的 我們會全面的來做檢討 所以這一項 當然一定也在檢討的範圍之內 謝謝 謝謝部長